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再强调就是喜欢看这种拆包 所以说我又可以水 不不不又可以给大家拍一台喜闻乐见的拆包视频 开不开心信不兴奋开心的话打一个666行吧 OK那么废话不多说 看看这一次我到底收到了什么样的玩具 首先第一盒我们来拆一下这个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还不给我出来 哎终于出来了 这个东西呢 底下还有啊底下果然 这个就是GT家的已经出了一段 比刀都黑了 已经出了一段时间的这款 独角兽邪武 也就是吴小若之中的其中一款 然后呢它是用EX的这个版本 那么这款玩具呢 120多块钱 非常的便宜 我感觉不买我妈都不同意了 所以说就给它拿下了 那么简单跟兄弟们拆开看一下 首先这盒呢这个我就不做详细的视频了 哦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素体啊 还需要你自己去拼装 然后他还送了一个这个 这个不错啊这个给12黄金可以来用的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说支架都给你附带了 那么这个兄弟们懂得啊 他就是为了规避一些版权 所以说做出了这种假的圣衣形态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圣衣的部分了 其实应该来说做的没问题啊 大蟹八块的这个素体 它的下半身 然后这边不出意外的 还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就是小厨师 哎不对啊 这一次已经不是小厨师了 这一次是什么 足球运动员 这是英格兰队吗 不不不 这个这个这个是阿根廷对吗 哎呀哈 这个搞得挺有意思 Mr.M Mr.M OK 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全部恢复到原状再说吧 好的 我这边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换上了一张这种斜眼的表情 这个面雕方面 GT一直做的都还算是不错 素体方面大腿相当的紧 好了 接下来进入到他的人形着装的部分 OK 那么这款GT的邪武就已经全部都组装完成了 兄弟们觉得如何呢 可以弹幕告诉我一下 我个人感觉120多块钱买到这样子一个战师货还是相当的不错的摆出了这样一个姿势啊 我个人很喜欢 而且他这个斜眼的表情我觉得也是比较的生动 然后呢整款玩具拼装过程也是比较轻松的漆面方面还可以吧 重点是弥补了万代的一些缺失 毕竟万代什么时候才会出EX素体版本的吴小弱 好像几乎是不太可能啊 只能靠着国产来凑凑数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OK 那么这款呢就是我的第一个包裹 GT的吴小弱之一 邪武 第二个包裹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看盒子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厚 但是它的价格还真的是挺贵的 是什么呢 拆开看一下 就是这款SS36变武D级别的飘移 这款玩具385元真的是非常贵啊 而且目前国内它还没有发售 所以说这款是一个你看台湾孩之宝有限公司 是一个台湾版本的 所以说价格比较的贵 你说D级别的玩具卖到L级别还要贵啊 然后呢很多朋友说这款玩具呢 三只恐龙每一只价值100块 然后呢这个飘移是85块钱 虽然是调侃 但是也说明了它 其实这个飘移真的不值这个嘛 真的是 那么兄弟们简单的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后期呢会再做一个详细的视频 哎来看看这款吧 毕竟我变似的版本没有买 因为变似那个实在是太丑了 全身红通通的 那么这一次呢主要是以黑色为主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红色 我感觉红黑搭配在一起是特别好看 而且一定要黑的多红的少 嗯这个其实也就这样嘛 然后变形方面也很简单 模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改进啊 然后呢就是这边旁边有三只恐龙 这个是个霸王龙 这个是个三角龙 这边是一只翼龙 然后呢还有短刀啊长刀 加上一个再长的刀 就是这个样子了 哈哈这个385 骗谁呢 这个就是第二个包装了 第三个包装到了一个大家伙 不光大 而且呢还非常非常的重 我相信这款玩具拆出来兄弟们 你们应该会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嘿嘿 现在也不卖关子了 来拆包吧 好了兄弟们看到这里了 Transformers Bumblebee DLX 然后呢收藏级的 没错这款玩具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它的第一款就是那款 我做过视频的 啊大黄蜂 然后呢现在终于迎来了 它的第二款产品就是闪电 那么这款闪电呢 绝对是一个重量级的产品啊 给兄弟们简单看一下 它的外包装 这边写着Bumblebee 然后呢闪电 这边写着3A 还有DLX收藏级系列 那么侧面就是一个狂派的标志 背面也是狂派标志 这个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 因为是有官方授权的 然后呢打开给兄弟们看一下 我们的闪电 就直接这个样子 躺在里面 这一次的尺寸啊 比之前的大黄蜂要大上很多 将近是一个L级别的尺寸了 那么还是一样的 兄弟们第一次的拆包留给你们 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 对不对 旁边割一下 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还真的是 哇塞 那我更期待就是第三款产品 他们的那款G风格的大黄蜂传中的 晴天柱大哥了 那么先来看一下 这个被我们大黄蜂给干掉的 闪电表现如何 首先第一层是它的主体 加上它这个你看炮 还有这个是什么 飞行背包吗 加上一些手型啊 然后呢 这边是它的说明书 简单看一下吧 哇东西还挺多的 然后呢第三啊 这个是第二层啊 就是它的地台支架 加上这个非常夸张的 这个不是炮啊 这个是底下支架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两个G的部分了 那么先把它的主体给拿出来看一下 兄弟们 哇塞 哎主体真的是 有点分量啊 之前看官图的时候 感觉闪电好像下半身比较短 但是你看 真正看到实物之后 并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觉得它你看下半身特别的长 但是目前为止 机翼还没有装上去 所以说显得可能它有一点太轻瘦了 装上去才是最终的完全体啊 这个等到后面的视频 再跟兄弟们详细的介绍了 那么先给你们简单看一下 对吧 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这种做就效果 这个也都是3A加的一贯的优良传统了 然后呢 还是合金骨架 所以说拿在手里有一定的重量 整个的关节支撑力度啊 各方面也是很OK的 好了 那这个呢 跟你们简单的拆个包看一下 常常先具体的视频呢 等我下一期视频 没错 下一期视频就是拍它 等它做成视频之后 兄弟们你们就知道 它到底做的如何了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搜索刘哥魔玩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 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到了最后一个包裹 尺寸是真的很大 你看 这个是刚才的邪武 兄弟们看看这个比例 但是这款玩具我知道它是什么 只是没有想到它为什么会包的这么的大 这么大的包裹实在是不好方便在镜头前面演示如何拆包 好了 直接经过剪辑的方式 给兄弟们看一下 1 2 3 哇没有错就是这个大家伙兄弟们能够看到上面写着 Iron Man然后呢马克46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旁边写着美对三内战 然后呢还有1比1这个啊这个我也不会读啊 也不卖关子啊 其实呢这个就是1比1的马克46 漫威官方正版授权的1比1的头盔啊 马克46头盔啊 兄弟们都知道我以前露脸啊不是露脸就是以前呢 都是戴着这种非常烂的面具 然后呢来遮住我的脸 现在鸟枪换大炮终于 哈哈哈哈 有这个东西了 那么拆开给兄弟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上面居然还有什么温馨提醒电源开关的起石啊 开启时请不要用手将面罩强行掰开 以免造成产品的这个齿轮松动 哈哈哈哈 そうですね 然后呢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 白色的塑料泡沫我非常讨厌这个 因为每一次拆出来都会各种的碎屑 对不对 那么打开给兄弟们看一下 金属拉丝的 嘿嘿嘿 顺便来对比一下啊 这是我以前戴的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也差距也太大了 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份说明书告诉你 旁边就是触摸一下 这边机关就会打开来 这个我看一下 我是应该能够头戴的进去 这个涛哥就未必能够戴进去了 我应该是可以啊 然后呢 再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左右的 再把它分开来 哇这个比我想的大好多啊 这个 你头再戴不进去这不可能吗 他反正里面说的是62头围的 都是可以戴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轻松 So easy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的头没有那么的大 这个完全就像是一个 就是那个啊 摩托车的这个头盔一样了 给兄弟们看一下 前面是这种 哎呀好像会有点透到我的人啊 前面是这种金属拉丝效果的 我们再把前面这个 给它撕下来 爱撕鸡膜人 哎 这边旁边好像还有机关哦 好的 我现在呢已经把上面的膜 给它全部都撕掉了 简单的给兄弟们转一下看一下 这个涂装方面真的是油光发亮 然后前面只是做出了一个金属拉丝的效果 但是它并不是金属的啊 那么至于它如何开启呢 包括它的开关在哪里 还有电池等等的 这个我都还没有研究过 就不跟兄弟们做介绍了 总之它的尺寸很大 我刚才试过了 戴在头上 是可以戴的进去 但是 好紧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头稍微大一点 真的是戴不进去哦 然后呢 里面就长这样 就是一个跟安全帽一样的这个设计了 那么这边是一个小开关 后面装四个七节的这个电池 但是我还没有去准备 好了 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了 再给兄弟们看一下 原先我是戴这个 以后呢 说不定就戴这个了 OK 那么这次拆的四个包裹的东西呢 就全部放在面前了 除了这款GT的邪武 不会做视频之外 其他的三款都会做视频 而且下一款做的 就是这款3A的闪电 我会今天晚上 马不停蹄的 赶紧把它录制出来 希望明天就能够跟兄弟们见面 然后呢 再做这一款 这款的话 随缘吧 我感觉拆完包 我都懒得做了 OK 今天视频就在那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赞收藏投币 加关注 也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留个魔玩 想第一时间看视频的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是留个魔玩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